MiaaSan Oh Hiyo Ryo 現在來到的是 拍拖約會吧的辦公室門口 嘿? Joeman 怎麼會在這裡呢? Pilter 是一個非常知名的 家有Apple 但是他們也有推出 一堆實體約會的服務喔 就有看到Joeman也有來體驗 他們拍拖約會的服務 然後他們非常注重的其實就是 單身 你要單身才能來參加他們的約會啦 由於大家也知道 Ryo已經有了潘火龍 所以今天呢 歡迎咪雪 嗨 大家好 我是咪雪 歡迎咪雪來擔任我們今天的一日 欸不對 不是一日 你是好幾日的單身擔當啊 那今天就由我來化身為 專業的一日戀愛顧問 來幫咪雪找約會對象囉 好 拜託小Ryo 今天就是由Christine來 先幫我上個課 我等一下就會變成一個 專業更多點的 戀愛顧問了好嗎 你們怎麼接待你們的會員呢 導遊者要先填寫我們的問題問卷 然後我們會打電話 不要請他們來我們公司 做一個一對一項跟您這樣子的訪談 填寫一些基本的資料 還有他們對想要認識對象的條件設定 更重點是在人性化的一些 媒合條件上面對不對 一些條件可能收入 身高這種就比較自視化 現在的人是比較偏向說 有興趣 不是那麼詞的條件 有兩階段的一個篩選的部分 你的系統篩選 年齡啊 或者地區啊 這個是會比較自視化的條件 第二階段會由秘書 跟你幫你做人工篩選 比如說你的興趣啊 個性啊 類型大概想要找怎麼樣子的 會比較趨近於你想要的人選 不會像是系統好像只是 隨便隨便配對一下 配對出來之後重點來了 實體約會的部分 約會的地點也是 有你們來推薦嗎 我們推薦也可以 或是說他自己也有想要去的餐廳 也都可以 上完課之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大家來應該會相當好奇 因為有一些人來 可能他對自己的外貌 比較沒有那麼有信心的人 聽說你們還有一種課程 像形象顧問家 會幫你上一些課程是不是 形象的改造 然後還有您第一次約會就上手 這樣類似的一個講座課程 就可以提供給 譬如說比較沒有戀愛經驗的人 或是說約會出去 每次都很緊張的人 對他可以來聽聽看 明雪有救了 專業的一日一定在顧問來囉 資料的部分 我填完了 好像在教教作業 對啊 我們現在就要來深入了解一下 明雪的條件要求啊 不希望對方賭博 這個很重要 主播 他個性上的話 還是希望就是可以包容我一下 根據我的了解 這個包容好像不得了囉 花錢 花在男人身上的部分 養男人 有喜歡偶像啊 追星 或者是說 花錢在手遊的部分 不用跟我一起花 但是在一起接受我花 欸你是怕花得比你兇是不是 不能比你小是不是 盡量不要 不吃小鮮肉 年紀大一點比較好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想找的類型 長相嗎 對長相 喜歡的長相的明星哪幾位 舉三位 卡通的上天龍夜 系德的貝斯手阿Key 哇 Range很廣 都看起來很兇 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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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什麼盾 哇這三個Range 真的是有點廣 不過還是可以去媒合 重點來了 興趣的部分啊 會有希望說對方跟你一起運動 或者是興趣嗎 運動的話我比較喜歡排球 但也不是很愛運動 哈哈哈 然後似乎很喜歡看舞台劇是不是 那舞台劇幫我寫一下 哈哈 好 明明還沒有什麼經驗嗎 他們有一些課程 就是可以教導你 因為會該聊什麼話題之類的 好像 好像蠻重要的 哈哈哈 那我就決定幫明雪上一個 景象改道課程囉 現在一直有什麼狗系男子 貓系男子 請問你是屬於 最近好像覺得 像大狗 大狗系 到底在講什麼 哈哈哈 那我們就要再透過 做句細量去幫明雪 配對做最適合的對象 來看看明雪的對象是 這人是怎麼回事呢 那有很多其他的對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會百分百的對象吧 我現在已經幫明雪配對出 她的基本條件已經百分百符合 興趣的部分啊 也都是符合明雪的要求 那我現在速速的把這個資料傳給明雪 看看明雪要不要跟她一起去 進行第一次的實體約會吧 好的 明雪已經順利的去約會回來囉 第一次就會有點害羞 哈哈哈哈 那什麼樣的感覺啊 原本想說會不會沒話聊 因為真的是第一次見面 但其實還好欸 就是沒有想到就聊舞台劇 竟然聊得起來 啊 所以看來是對我挑的對象 很滿意的意思囉 她給你的感想是什麼類型呢 就是看就覺得好像個性也蠻好的 有點像那種黃金獵犬的感覺 啊 所以看起來其實是算好相處的 好相處 比較穩重啊 那種 蠻好聊的 哈哈 餐廳是你挑的嗎 餐廳當然是Christine他們推薦的 哈哈哈 我覺得那餐廳也蠻好的欸 還不錯 哈哈哈哈 自然這麼聊的來 那是不是已經偷偷的交換了聯絡方式呢 有有換一下line 看來是不用透過戀愛顧問囉 我自己努力 很高興這次可以收到 拍拖約會吧的邀請 來感濟明雪的一日戀愛顧問啊 那一定要問一下 明雪對於這次的戀愛顧問 還滿意吧 很好啊 那你要幫我們給個分數呢 嗯 九分 喔 好高喔 如此有沉重感 小六很棒 而且其實除了以他的基本條件 還有興趣啊 喜好 去媒合的過程 其實我是覺得還滿有趣的 對 因為可以去比對出 欸 你比較適合什麼 或是你喜歡什麼 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啊 另外呢 他們也有形象過 可以推薦給其他有興趣的人啦 重點是 想要來參加他們的一對一 實體約會 一定要單身 單身才可以來 那趕快踏出第一步 來認識更多的朋友吧 對 拍拖約會吧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到資訊欄 這邊有更多的資訊